欢迎两位 结婚多少年 快30年了 离婚多少年 三年了 离婚的时候 有一个约定 因为女儿有这么大了 我们也这么大年纪了 也不想怎么样 所以离婚没离家 外面都不知道的 这女儿知道 离了婚了 但是没离家 这三年过去 为什么现在突然想复婚呢 因为我们首先约定的 就是离婚不离家 反正不能跟人家 你知道现在我一在家里面 一回去了 总的也是就是 哎呀 大家怎么回事 你们家老程 怎么这女人在那里喝茶了 这是怎么了 哦 明白了 说白了 我现在离婚了 我也自由啊 我可以啊 是可以啊 不是 我们也约定了 反正离婚不离家 约定你 你那个脾气几十年了 还是老样走到这里 你是这样子 让我把这个老娘放哪里放啊 那个当时为什么离婚呢 谁提出的离婚呢 我 为什么离 因为那时候 在三年之前 我那个生意出现了一点问题 我想找他要点钱吧 你想找他借点钱 夫妻俩还 不是 因为我们早就是那个IIG了 十年之前我们叫IIG 在生意上面 我们的钱都是IIG 他那个皮肤不离 或者这生意搞不争气 一天都把你吵吵吵吵 以为自己有门子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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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说啊 也就是说你们的婚姻生活 是因为做生意 就变成AA制了 是吧 对 你生意不好了 你问他借钱 然后呢 他要打借条 打上借条 还要我取利息 你看有这样的夫妻没有 反正就是 知道你不应该取给我吧 是我们 我们没有离婚了 还是 你拿了我的钱 你拿了我的钱 一走 我找谁要啊 等于你当时离婚 是因为老公说 你给我打借条 同时还要给我利息 于是老婆一气之下 就要离婚 对吧 对 离婚之后 这钱借给你了吗 我不要她的了 我还有她干什么 就算清楚吧 她这什么都算清楚了 钱都算清楚了 算了算了 算了我的生意都做不了了 她娘家云那时候 比我家好一点 就有一千块钱 开家的 她现在一离婚 等我去就要二十万 二十万根子什么 我们那十万 别算了 给了吗 给了呢 不给不忘根的 本家是我的不 我的我生意都做不了了 那时候我家是多少 你三十多块钱 每个月根子我五十多块 到现在根子都算 给我二十块你亏了没有 好好好 二十块就好了 也是二十万里 你们是什么时候 开始做生意的 我们四年的时候 我们就认识了 我两年就结婚了 八八年就死女儿了 是不是 到现在也这么多年了 刚刚结婚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她在外面 铁楼上包了个小跟腾 我们就一起做了十多年 那时候钱少的时候 买什么事情 就是钱多了 就开始了 那你们什么时候 AA制的呢 这就是那个十年之前 我想去搞那个 成型跟腾波 有个朋友 来接了我的钱 因为是生意上的火锅嘛 我的 你这个人就是死 死要面子 胡说在 我觉得你接那个钱 你去接了没有 那时候几万块钱 比现在多少钱了 那个钱就腾腾了 没有了 就是因为生意分歧 要帮朋友 所以才做了 AA制这么一个决定 那你们家的AA制 具体怎么个AA法呀 我就是想那个生意上 AA制不 哪个知道 她生活上也是 就是有一次 我那个亲戚到 我到城里面来开病 我刚好也是去猜了 我就说 你帮我招待一下 拜托她 好 好了 她说 好 好 招待一下 回来就说 就什么招待会来 什么子 注射会来 虎师会来 一大点当的 给我 你上厅厅 是你的亲戚 这肯定是你付钱了 我们 不是我的亲戚 是我的亲戚 我付钱 我亲戚不是你亲戚 我也没跟你离分 那时候 就是神医生 AA制一下不 对啊 那就钱是也是 AA制下来 那你们孩子 孩子现在多大了 27了 出价了吗 出价了 价装你们算了钱了吗 AA了吗 价装不是 我们首先算量好了 我就说 我去10万块钱 你跟她买一辆车 后来她买车了 花了12万多 差不多13万吧 她说她多了两三万 还有这个也有我来吃 那个AA制肯定我都吃 一万块钱 你又出来也要 叫女儿呢 女儿是你的也是我的不 是的啊 就是你的是我的 这要分清楚啊 那你们家 那可以拿着读呢 那可以拿着读 那个读自己读 那个酒学成 我跟你送个没有 那我要送我的啊 好好好 行行行行 不说言一致了 你们算的可真够清楚的 是离婚了吧 现在离了 离婚有权利 找别的女人吗 没有 我们首先有 问你 有嫌疑的 不能够找啊 怎么不故意呢 不行 我离婚啊 我有本本在我身上啊 有本本 有离婚的 妈妈你还跟我 就在一起 还在一起生活啊 我告诉你啊 就这样说 我有权利去找 但是你那次是 别人看到的 是我和我朋友 在一起在逛街云啊 喝茶 大哥 你现在有女朋友了吗 没有啊 看到了还没有 看到了是别人看到了 我和好的女生 怎么都怪啊 没找是吧 但是我能找 我知道我自己 你当然是能找的了 是离婚了吧 离婚了 离婚了 我们首先 学业都不能够找 我也没找 我们就是分购 财产因为 那时候就是为了钱 为了财产 我们才要财离婚的 原来提到事情 为了钱男人也丢了吧 你现在你这样搞 到底听我吗 到底听女人吗 我没找 找没找 没找 没找 再说了 再说了 你离婚那会儿 为什么那么狠啊 一千块钱的价格 算人二十万 来 你帮我算一下了 我不懂 我不懂 我算不了 你算不了 我自己算一下 他还赚了呢 我还亏了呢 那就是说 如果他要再找一个 是不是还再给您赔点钱 他就能重新开始了 我要钱干什么 我现在能够养护自己啊 那你要什么 我不想什么 我也说清楚 干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就是 人家说了没这回事啊 我还不相信呢 便宜告诉我 不是 你今天来是干嘛的 我来干嘛 就是我女儿 他还想让我们来复婚部 你想不想 我还在考虑 你还要脾气几十年 还是老样子 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呢 我也特好奇 听我朋友说的 找一个更加麻烦 哦 你是怕麻烦是吧 更加麻烦 不得了 今天听说女儿也来了 是吧 女儿也来了 我们有请女儿 来 来 来 你希望他们复婚 希望 这么多年了 其实我爸妈一直吵架 我一直都不开心 以前年纪小 不懂事 然后现在自己长大了 然后我也当妈妈了 我能体会到他们的感受 给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为难你的 就是男方话听得很困难 是吧 那个看他们表情已经知道答案了 过程我也都清楚了 你这答案在什么时候就明了了 女儿上场那一刹那 您的那个所谓的防线就崩溃了 不是 他就什么事情都一年细小 什么事情都抠 不是 大姐 就是我面前抠 大姐 听晚辈说几句话 别差辈 你们不差辈 他50 你40好几 你说听晚辈 哎呦喂 大姐 咱俩差不多几岁 但是我为什么那么嫌小呢 我也不嫌了 人家说香味的辣 这个辣 这真是辣 我问你个问题 大姐 你们俩现在还是这个刚好 突然有一天 大哥病了 住在医院 自己的积蓄全都花完了 您能不能出钱帮大哥治病呢 肯定的 可是他还不起 因为身体不好 病康厚了之后 他还不起这个情绪 我给打电话做这个 我的钱本来就是他的钱不 真的吗 对啊 真的吗 对 我的就是他的 大哥听你哦 他的也是我的 所以啊 所以为什么要把钱 算得那么清楚呢 因为就是他以前 经经继续把那个小事开了 他真的不 我才跟他分得不 我会不会跟他分不 致气 对不对 就是这种一口气 对不对 我现在也能够自己养回自己了 我就是跟他抖气的时候出来 我才分得这么好 你抖气 你得把我那个活得一塌多 你自己不是说事情 或者一塌糊涂 其实把那个钱的事啊 放一放 因为钱重要还是人重要 钱要真要人要真要 哎 让你选一个钱重要人重要 太难选了 直接说你要人还是要钱 我都要 要了人了 钱自然就有了 只有钱没有人有什么意义吗 好吗 大姐 对 对 对 行了 就这么着吧 叔叔 阿姨 其实他们表面这样子讲 其实他们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我看到他们 我就想起我的父母亲 因为我妈妈 其实跟阿姨性格挺像的 也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 像你们之前经历的那种感情 肯定都是很纯粹的 在一起三十年了嘛 经历了这么多 对 其实相当于是血脉融合的这种关系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就带阿姨啊 多出去旅游旅游 放松一下 然后出去吃吃饭啊 看看电影啊 这挺好的嘛 说实话 我觉得你们之间的财产分配制度 很科学 等等 很多人好像表面算的不清楚 你管我管 底下算的比谁都清楚 还不如像你们这样 干脆算的清楚 甚至我认为你们算的清楚 在你们两个个性都很强硬的情况下 是保证了你们三十年 将近三十年婚姻的很重要的一个制度 现在为什么不好了呢 过去有情没有 有情 有钱没有有钱 但钱分得清楚 所以情维系得也不错 现在为什么跑到这来了呀 为了分钱 把情也给分了 我就不太理解这五个字 离婚不离家 听起来好像还振振有词 还挺牛的感觉 你看 是吧 离了婚他也不走 人家想走就走了 对吧大哥 你也不用假装吓唬他 你说吧 你是不是真想走 你们考虑好 你以为完全没有可能性啊 既然原来把账分得很清楚 感情能维系 就那样就挺好 就当一辈子欢喜人家挺好的 回到一起了 如果再在一起过 钱依然可以分得很清楚 没关系 想清楚了就别闹 好不好 其实你们俩也不是说这三十年一直像现在这个样子 对吧 对 夫妻之间也有分工合作 彼此默契的时候 对吗 对 否则的话也不可能也会有你们的女儿 但是呢我觉得你们这三十年有点白过了 白过了的原因是你们没有学会夫妻间真正的温柔 夫妻间真正的温柔是什么 就两个字 低头 低个头就有那么不好意思吗 在夫妻之间低头一点都不算自卑 不算怯怒 那是胸怀 怎么就没有一个愿意低头的呢 低一下头能死吗 如果你不信 你试着低一下头试试看 如果你低一个低头 你低一个服软 我敢保证你对面的那个他 不会熊啾啾气昂昂 永垂不朽的样子还站在那 只要一方一旦认了输 如果对方爱你 他得不到预期的快乐 只要看见对方服软了 你马上你也心会软下来 这就是夫妻吗 有谁是愿意把自己的爱人踩在脚底下 打得他永远不能翻身的呢 没有吧 但为什么就不可以低下头呢 有那么不好意思吗 大老爷们 在自己的女人面前低个头有什么关系呢 他强势了 强势又怎么样呢 如果你尝试的低下头 我保证他强势不起来 你信不信 因为爱你的人始终心里还是心疼你的 他不愿意看见你低着头 唯唯诺诺站在我面前 这叫爱人 如果你低着头 他还是对你不依不饶 你看嘛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你怎么样 那我认为这个女人是真不爱你 所以我认为待会儿60秒的时候 男人 学会低一下头 低一下头 不会死的 所以说有一句话叫做 输了你赢了整个世界又怎么样 这一把年纪要女儿上来告诉你们爱情的真谛是什么 一点意义都没有 离婚不是一纸公文 彼此之间就能够分得清清楚楚 要不然的话你们也不会今天还站在这个舞台上默契 所以我跟你们说的只有一点 如果你们俩还要相互过下去 学会低头 就这样 你们其实记住一点 女儿上来的时候说 从小就看你们两个人这么吵 她会很难受 现在她也出嫁了 你们家第三代都出来了 你们还要这样吗 你们强的有什么意义呢 一点意义都没有 多失败的生活呀 爱低头不低头 您呢就继续和朋友喝茶 您呢就继续在家里缠着 反正你们都强嘛 你们自己看着慢吧 来一起进入 柔顺拉方黄金60秒 您先来大姐 您先来您说 那是我来说两句吧 反正呢 你再怎么坚强 再怎么 你也有五十多岁 五十岁了 你还能坚持多久呢 你还能和我母多久呢 我看平静一点 别那么太阴心了 好吧 不能低头啊 不能低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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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头部居腰可以吗 一时间的赶快去个宫 快点 不能去宫 不能去宫 看见了吧 看见了吧 能不能来一步咯 回吧 回吧 你说一个女人应到 这程度该怎么办 来请关门 我们看到了一对 三十多年的夫妻 因为性格上的彼此 并不相让 所以带来了一个 独特的家庭文化 AA制 那怎么了 我说咱一会把她藏进来 不让她出来 这么顽皮的主意 只有你想得出来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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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办完再回来 大家其实 我已经看出来 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 对这一对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心理 但是还得做一下调查 因为有观众伸出舌头了 也许我看错了 你是看好还是不看好 我是看好吧 因为我外公外婆 他们现在已经90岁了 然后外公的话 就是老说 我不想跟这老太婆在一块 我觉得她特别烦 什么什么的 但是呢 其实我看平时那些细节吧 外公也是很在乎外婆的 他就是嘴硬 就是那个 爱说那些话而已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会互相的走下去 而且他有女儿嘛 那样子 所以我还是觉得挺好的 好 祝你外公外婆 身体健康 谢谢 这曲总的工作做好了吗 回来吧 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 15个数 5 4 3 2 1 请开门 啊 来吧 来来来来来 大姐来来来 哎哎哎哎哎 来嘛来嘛来嘛 来来来来来 这个结局你想到了吗 不哭啊 不哭啊 咱勇敢的跟她说再见 来来来来 大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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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大姐 听小弟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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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惹的事 大姐 那是假的 冷静 你过来 冷静冷静 哎我觉得还是对镜头吧 一切 该说的话说完吧 去嘞 说吧说吧说吧 哎呦这招花的 对 她敢不去嘞 她取来嘞 她取来嘞 来嘞 来嘞 来变 哈哈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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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大姐来了 这事怪取尾 啊 这个啊 是他特坏 我们都知道大哥要出来 但是我们把大哥藏起来 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 他可能想到了一万种结果 就没想到 你不说话就走了 你看给他吓了 大姐 大姐你知道吗 刚才我在劝说大哥 先不要出来 藏起来的时候 大哥说了一句话 让我非常感动 他说他受不了 我老婆受不了 我说我说没事 我们就是要看 大姐能够把头低下来 能够流出那滴眼泪 那就说明她是爱你 人家没低头 她敢不出来 她低头就要走啊 哎 既然在生命当中不能离开她 又失去不了她 为什么不服个软呢 一会儿你跟她求婚啊 行不 她跟你求婚行吗 也不行 看她的吧 看她的 麻烦你们俩站一起行吗 站一起行吗 站一起行吗 站在台那个台 站一起你跟她 要过来也是她过来不 有什么了不起 你过来 来吧 怕什么呀 保一下了 你这么多年都没保过 好好的啊 别走别走别走 留着留着 观礼来来来 站在这 你们俩把手拉起来 拉不拉 不是你拉不就行了吗 拉起来咱 别哭了 多幸福啊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有请 谢谢 结婚的时候给你买戒指了吗 没有 没有啊 对 这个口 哎 不是给你戴的 恭喜你们获得了由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思布天使之魅 提供的精美的面膜 他们有一句广告语哈 叫给你想要的美 说一下龟城啊 一会灯熄了 你跪下来 向她求婚 你愿意你就 俯瞎身去亲她一下 这就算完成了啊 这我们节目的规定啊 来 各位 来 各位 我们来见证这个 庄严而浪漫的一刻 跪下来啊 这跪吧 这得跪 你得补身亲她才行 大家你得亲她 来一起喊吧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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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哭呢 还有礼物呢 还有礼物呢 感谢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途牛 接下来是途牛旅游网 提供的500到3000元 不等的一个旅游基金 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 看你们能抽到多少 开始 你想类似她那个专门 对 我才发现你是真猜谜啊 一直都没笑成那样 你看这3000块钱笑的 别再嫁着了 好好回家跟人过日子 行吗 可以 谢谢你们啊 请回祝你们幸福 谢谢啊 真心的希望这一家人能够幸福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 老图有话说 图老师天天圈的用户 向您提问说 我的未婚夫在结婚前 二十天离开人世了 花了两年的时间 我才调整过来 现在惊人介绍 四十岁的男友 介绍了一个四十岁的男朋友 给他 男友很坦诚地告诉我 他患有肺结核和饼干 可能寿命不会太长 家人都让我放弃 可他其他的条件 我觉得都符合我的要求 我也不想他一个人这样过一辈子 但是又害怕我会受到第二次的伤害 我该怎么办呢 这位网友是善良的 同时又是命运多喘的 时间是个贼 脱光了我们的岁月 让我们一次一次地面临离别 你已经面临了一次离别 接下来这次有多远 谁都不知道 但是谁都忠于难以逃过一别 说句实在话 虽然会有离别 但是相爱的时间长短并不重要 所以说既然爱情不分长短 为什么不认真地享受